以后提到安息日的问题,我想有一点还要补充说一下 关于安息日遵守呢,的确是应该在这一天呢,我们一起的私事都要放下了 但是教会里头,还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在上海呢,有的人他举行丧礼,要在安息日举行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觉得很困难,安息日举行丧礼 这个事情,不管怎么说呢,还是一个个人的事 如果我们举行丧礼的话呢,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聚会 所以我们一般呢,是这样 如果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因为家中呢,可能有不幸的人 安排到安息日这天,举行丧礼 那我们就给他们说,你们举行完了以后呢,我们回到你家里去 看法一下你们,安慰他们家里,失去亲人的人 所以在举行丧礼的时候,我们就不参加了 给他们说明这个道理 因为这天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工作要举会 就是,以此呢,还是尽量的避免 如果实在避免不了,像丧礼的话呢,因为这是一个愁苦的事 一般人需要安慰的,那我们呢,就派一个义工去,去一下 去一下呢,就做一个安慰的一个身份去给他们 这样去,一般呢,一般呢,我们教会里面的,呃,直视啊 嗯,长老牧师,我们不去参加 请为弟兄和姐妹去安慰他们一下 嗯,是这样 嗯,还有些人要在安息日举行婚礼 我们在安息日呢,算还是没有举行的 为什么?因为在婚礼的问题呢 我们要给他们说明 因为在这一天的话,必然是要度免很多的人 为了婚礼准备 这么一来的时候,安息日我们是 呃,一心是敬拜上帝,纪念上帝创造的 那婚礼呢,也是上帝在伊甸园所设立的 可是呢,婚礼归婚礼 安息日归安息日 这两个分开的,都是安息日和这个婚礼 都是在创世的时候设立的 但是不等于呢,在安息日应该举行这个婚礼 因为举行婚礼的人来说 他肯定在这一天,他的思想集中在他的婚事上 我们安息日是以上帝为圣 这个你不论怎么来讲,还是个人的事 当然这婚礼是个神圣的 我们应该在礼拜堂里头来举行 但是这婚礼结束 那么这个情况呢 那就整个意识了 这意识是很严肃的 但是婚礼结束以后 弟兄姊妹必然是对他表示呢 欢迎呢,对他一种祝贺了 还有呢,还有请吃饭了等等 这些呢,就安息日是不恰当的 不可能一个人就是安息日 单单举行婚礼什么一点 其他都不要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就是我们说单单举行婚礼的话呢 在现在的时候 那种情况呢,还是不意在安息日 因为那个场面呢 那个情景呢 是还是放在平常的日子比较好 因为这一天是一个很神圣的 只是我们依主亲近 去纪念上帝的创造 所以我们最好都把它放在安息日 所以我们在上海呢 安息日的时候 有人提出来这两件事情 我们都给他 否定的 这些什么也能够谅解 凡是真正爱主的人 我们可以再提出来 他就会再换一个天 不要再安息日 这一点我们还是专以敬拜上帝理念 这样是比较恰当的 至于其他的安息日 要叫我们做的事情呢 我们都是用合适的方法去拒绝的 总之呢 我们这一天一定要尊主为圣 达到这个目的 尊主为圣 使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一天 提高我们的灵性 与主共有密切的关系 凡是干扰我们 达到这个目的的 这个效果的 我们都应该反正是不去做 好 现在我们就讲下面的第五个大段 对夫妻持命者的要求 及必备的资格 这里面呢 我提出来有这么 三段 这三段呢 是很切实的 对我们来说 第一段 要求 我们扶起上帝的使命 我们也深深地感到 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严肃伟大的 我们明白了以后 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愿意 扶起这个使命来 可是主对我们是有要求的 我们怎么去做 怎么能够传得全备 这是需要我们准备 具有一定的资格和条件 第一方面呢 我们的要求 就是学习保罗 给我们提出的 这个得胜的 这个十个秘诀 这是要求 以这个是个基础 我们能够掌握着 保罗在这些方面 他是怎么样战胜罪恶的 如何来胜过魔鬼 以及诱惑和试探 也经受着那些考验的 以及很错综 复杂的教会的工作 就是保罗运用圣经上的话 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 所以这是基础 希望呢 我们能很好的 多去复习他 能够理解 然后运用在我们生活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提到 一些必备的资格 这些资格呢 是根据传导粮柱里面 怀世姆 这个传导粮柱呢 也是有怀世姆的著作 还有人把它编串的 从我们作为一个传导人 考虑到 应该具有哪些 必备的条件 在这里提出来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 综合一下 在我们工作的经验当中 再配合起来 提出来有这么十个小点 这是个小点的 第一就是 谦卑与献身 这是最基础的 你要具备一个资格 不论你 现在你的文化怎么样 你知识怎么样 品德怎么样 你首先要 谦卑 献身 完全奉献为主 那么这一点呢 那我们说 如果是一个平信徒 他在单位上 他没有脱产 而愿意为上帝工作呢 这样也是有的 我们这个情况呢 具体有些不一样 但是我们 每一个人 上帝都要求我们献身 今天就是你在单位上 做个老师 或者是做个医生 做个店员 做个工人 也应该献身 为上帝工作 那就说你应该在你的单位上面 为主工作 完全献上帝主 做个医生 怎么样能够把医生做好 使我周围 与我接触的人 病人和同事之间 能够彰显基督的美德 因为医院里面 只有我们基督徒 在医院里的担任一定的工作 他才能够在那个地方去 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 而我们现在呢 就说不同的单位里面 都有基督徒 都有我们的信徒 我们都应该 把自己献给主 应该接着祷告 说我能够怎么样 在我所在的单位 让别人能够相信耶稣 负起这个使命来 所以我们应该 在我们不同的 我们工作的单位 我们去为主工作 这是我们真正得到基督以后 我们从内心里面 应该了 这个负起的这个使命 所以下午 我刚才做了点见证 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头 我总感到有很大的负担 如果周围的人 不得到耶稣的话 总觉得我在上帝面前 是很亏欠于主的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今天来的 都是义工了 如果是有 还在工作当中 另外呢 你有一段时间 为上帝工作 我就希望你在工作当中 也要为主工作 不仅仅是到教会来 在工作单位上 就是你传福音的一个 不可以放弃的 自己的责任 这是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谦卑 谦卑呢 才能够完全献上 才能够真正 对主所使用 第二 是机制与礼让 机制与礼让 在耶稣基督 教训我们的时候 有这么一句话 马太福音 十章 十三节 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马太福音 十章 第十三节 马太福音 十章 第十三节 对不起 对不起 第十六节 应该是 好 今天呢 我们 所 你的环境 当然这个话呢 是 说明呢 要 主要是要 聪明 灵活 现在我们说 不论任何的环境呢 我们基督徒 都应该 有灵巧 像蛇 训良 像鸽子 所以耶稣所说的 这是一个配合起来的 你不能够光灵巧 像蛇 你还要训良 像鸽子 如果单有一方面 那就成了 这个狡猾了 诡诈 但是呢 你如果是有训良 像鸽子的话 这个就不是狡猾 这个蛇 在引诱下瓦的时候 不说蛇很狡猾吗 因为它是 引诱下瓦犯罪的 但是你要灵巧 又要想蛇 蛇是非常的活络的 很灵巧的 可以 可以随机应变 而且它 非常的活泼 就是基地图呢 我们传福音呢 应该灵巧 能够随机应变 能够很明白 我们所出的环境 应该如何把工作 很活络的把它做好 但是你要训良 像蛇子 这样就好了 也就是这个地方讲的 要有机制 而且还要有礼让 这是基地图呢 应该在为主的工作上 非常的有活力的 而且呢 人看到以后是可亲的 有礼貌的 这是第二 第三 社交 与端庄 我们提的一个章节呢 是 以复所书四章第二十七节 以复所四章第二十七节 四章第二十七节 一句话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这个话是很有内容的 为什么社交与端庄啊 提这个接吻呢 我们作为传导人 我再说 就是我们做一个义工 不是完全脱产的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社交 社交的生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男女老少 我们都在教会里头 我们要有交往 这就是社交 一定要端庄 特别是 我们说 是男女 一性向接住的时候 一定要端庄 不给魔鬼留地步 许多传导人 已经很有成绩 结果就在这个事情上面 怎么样 在了跟头 所以我们 一定要谨慎 不给魔鬼留有地步 一般我们说 弟兄姊妹是 在主里面是常有交往的 但是我们交往 一定要圣祭 一定要圣洁 不要有任何的 这个邪情 恶欲在里面 一点也不能有 只要有一点 就会慢慢的滋长 发展的 我们要 真正有一个清洁的心 弟兄姊妹在一起 有上帝的爱 要圣洁 这是一个 对我们 很严格的要求 很严格的要求 为什么 加上严格呢 因为 你必须避免 如果你是传道人的话 我们 一同工作 难于你的呢 也不一样 一同去 探访人 但有的时候 特殊的情况 是可以的 但是 只能够作为 特殊的情况 如果我们安排 教会当中 一个男 一个女的 一同去探访人 长期的 这是绝对不合适的 这个 在万观上面 旁人来看 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尽管 你们觉得 我们绝对不会有什么 一些越轨的行为 但是在旁观看起来 这影响是不好的 因为人呢 特别是男女在一起 就自然有一种 这个相惜和相亲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日子一长 一接触 就会产生 这是很自然的 因此呢 我们要不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造成这个机会 因此呢 就避免有的事情发生 一发生了以后 就会给教会带来损失 羞辱上帝的名字 而且呢 这个男女呢 在一起 自己也觉得难以解脱 所以我们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在这方面 关于男女的接触 给我们很严肃的 很严肃的教训 所以我们希望呢 弟兄姊妹 大家平常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是这样交往 是 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避免单独的一男一女 如果你有些什么事情要谈话 也避免在一个 只有一男一女在一块来讲 就是我作为牧师 我也不宜找一个 好像是没有人的地方去 和一个年轻的姐妹去给他交往 如果是谈过谈的话 我就再找一位姐妹 或者我在一个公开的场所 很多人在哪里 我可以给他谈 不要单独 这样的时候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给魔鬼 给他留以欲地 这个问题呢 是很重要的 我们已经发觉 有很多地方教会 很可惜的 有些传导人呢 后来呢 就是如此的 羞辱了上帝 所以在教会工作安排上 我们希望做教会领导的 注意这一方面 您安排 最好是两个姐妹去工作 探访人 或者两个弟兄 最好是一夫一妻最好 夫妻去探访人 是最合适 不论是遇到男的 遇到女的呢 都可以了 更好地去接触他 两个男的也可以 两个女的也可以 但是 两位姊妹呢 在一起呢 也应该 有一个有经验的 带一个 经验比较差的 弟兄在一起 也是要这样 要配合起来 有经验的 带一位呢 你来学习传道的人 第四点 果断与勇敢 我们请大家看 提摩带后书一章 第七节 提摩带后书一章 第七节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为主工作 这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刚强 勇敢 这地方刚强 仁爱 谨守 所以保罗讲得很好 你刚强 还要有爱心 同时还要谨守 不能够猛创 我刚强了 不管什么事情 我想做就做 这样的时候呢 也会呢 这个产生一些 不良的一些后果 我们一定要 能够行事 在教会工作的时候 要负一种脱利 果断呢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应该当机必断 因为有些事情 是要很快做决定的 如果你犹豫的话 就会失去机会 我们应该有主给我们的聪明智慧 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 有当初的话 聪明智慧 勇敢 因为有些工作是需要 有一种的毅力 年轻的人呢 这方面呢 比较多一些 就是勇敢 做事呢 要想做就做了 可是还要和教会当中 年老的配合起来 因为有些事情呢 我们想做就做 是很好 可是你要考虑到 很多影响 和不利的条件 因为没有经验过 所以就考虑不到 所以要和有经验的 教会里面的长者商量 长者呢 就会告诉你 这个事情要做 你要考虑到什么问题 这样一配合起来 把工作就做好 所以我们要 需要这个果断和勇敢 第五 同情与政治 我们请看 菲利比书 二章 第四节 二章 第四节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顾别人的事 就是同情 能够当住别人 而且还要正直 在罗马书十二章 十五十六节 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应该怎样 极有同情的心 罗马书 第十二章 十五十六节 与喜乐的人 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 要同酷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扶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就是我们应该 具有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为主工作的时候 这个同情 胜过你讲多少话 我们讲的再好 如果你没有同情的心 就把你所讲的 就被抹杀了 今天几乎你讲的 还不够怎么好 但是你那个同情人 就会加强 我们传福音的效果 因为同情呢 就是能够提提到人 能够想到人的不够 人最需要的就是同情 但是同情呢 不等于是我们就 站在这个 他错误的这方面 他有了错误 保罗说的 我在什么人当中 做什么人 我要得些人 但是保罗是有原则的 我在立法一下的人 我就做立法一下的人 保罗说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律法 这就是同情的这个意思 能够乐人的所乐 这个仇别人所仇 这个呢 就是让我们所救的人呢 就会感到 他对我很贴心 是真心的要帮助我 真心的帮助我 在我们同情的这个工作上 可以掉线出来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现在有感受 就是教会当中啊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有些弟兄姊妹会软弱了 一软弱以后啊 常常有个现象 就会指责 哎 你看 这个人呢 怎么怎么样 很多人就是 一看到软弱的 或者有缺点 大家就会指责他 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一个人有了软弱 我们要帮助他 你要想到 耶稣基督 对于三个门徒 让他们等候 耶稣到 科西玛尼远祷告 回来以后 那三个门徒都睡着了 你说耶稣心里难过吧 耶稣是 为我们牺牲啊 就要定时的架了 耶稣特别 带了三个最爱的门徒 结果这三个门徒都睡觉了 那耶稣怎么样 耶稣说 怎么样 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这是一句话 下面怎么样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这话讲得非常好 因为同情 而且呢 还有一种责备在里面 这个责备 是在同情的基础上 耶稣基督同情到他们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 那么在听的人呢 他就很有感受 愿意接受 所以我们教会里头 有这个事情发生了 一些软弱的人 我们应该体贴 同情到他 为什么软弱 人都是有软弱的 不要去批评 不要去指责 应该很好地去帮助他 那除非是一个 一直是越来犯的错误越多 那是例外 一般我们说呢 弟兄姊妹呢 多者都是 由于某一种原因 会有些软弱的 我们一定要用同情的兴趣 就站在他的地位 如果今天你在他的地位 可能你也会软弱的 就是我们要以这种心态去 帮助那个软弱的人 要同情与他 这一点呢 我现在呢 的确我也很感谢主 在处理教会工作的时候啊 有些弟兄姊妹 是软弱了 在我过去 我就有一种心态 哎呀 就一种 觉得你为什么要软弱 是吧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要去呢 有一点 好像是能够责备他的口吻 但现在我就想到 他有他的环境 我们不应该这样去 对待他 应该体贴到他 体贴到他 能够鼓励他 让他能够再站起来 这样的时候 得到的效果 肯定是比你要指责 要好得多 下面呢 第六 就是热情 与诚恳 罗马书十二章 十节十一节 十二章十节十一节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 要彼此腿让 这个我们要学习 要热情 爱要诚恳 这个热情呢 不是虚伪 是实实在在的 诚恳 诚心的 能够表现一种热情心 在我们鸡翼头的工作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提到这一点 特别是 我们对待许多初心的弟兄姊妹 到教会来 我们一定要表示 这种热情和诚恳 那么多年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更应该表现热情和诚恳 这个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自然 见了以后 一种很轻 很热的感受 这个呢 就会使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 他就觉得 你在身上一种爱的力量 热的力量 就传说给他的身上 就会让他也会热起来 如果我们见了面的时候 都是那种比较 好像是 没点热情 冷冰冰的话呢 就是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相见的时候 也会呢 使得信心呢 出在一个 不是那么火热的状况 这个是需要祷告 求主的临在我们心中 我们见了人 就要有种热情 从心里的发出来 这个是促使我们工作 会更有成效的 还有诚恳 不能够虚伪 是从心里发出的热情 第七 忠心于尽责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 十六章第十节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易 在大事上也不易 这是耶稣所说的 这个话肯定是如此 所以我在上海呢 常常是 带着一些青年弟兄姊妹 在工作 也分配给他们一些事情做 我对他们是很严格的 做了以后要检查 检查出来错 就要跟他说 以后一定要改 所以我给弟兄姊妹讲 我说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 我想到我自己 我自己工作的时候 我是尽量能够做到 没有什么缺点 尽量做到 当然我们人可能还有疏忽的地方 但是我就愿望 我所做的事情 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论是大小的事情 只要是交给我的 我一定把它做好 这是我们最传导人的一个美德 特别是在小事上 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 大事上就能忠心 一个小事不忠心 大事也是不忠心的 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定律 因为大事呢 也是小事所组成的 一个人习惯于在工作上面 就是妈妈糊糊 不论你交给他什么工作 他都不会认真做好 圣经里面有好多例子 像摩西 还有月色 但一离 这些都是在小事上忠心的 但一离毫无错误过失 这毫无错误过失包括很多小的事 你小事有错也可以抓干你 所以但一离 小事肯定是没有错的 所以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 月色在波提法的家里面 肯定也是非常尽责的 他小事上是忠心的 而且这个小事忠心呢 会培养我们在大事上能够忠心 这就是一个一步一步的来的 很关重要 这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说起来呢 就可以举很多有关小事忠心的 就是说在每件事情上面都要忠心 我在小的时候啊 我就看你一个图画 看你一个一个人在打铁 打一个链条 打链条的时候 每一环他都非常认真 那就说在每一环当中 不能够有任何的缺点 如果一环当中有个缺点 好了 这个链条 如果一个大船的话 那就完了 这个缺点就在一点上 一环上面 不劳 有一个缺点 不管你有多少环 成千上万的就完了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这小事 是要注意的 的确要注视它 在青年人呢 应该更应该培养 这样的好的这个品德 第八 言行 无过失 我们请大家看 雅各书 三章第二节 雅各书 三章第二节 原来 我们在许多世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热住自己的全身 话语 我们提到是 言行 不单是言语 我们的行为 也不要有过失 一个 在言语上 没有过失的人 我想 他在行为上 也不会有过失 因为行为是 根据人思想来的 他为什么做错 因为他思想 支配他做错了 这个思想 支配他错呢 有思想能够 从言语表达 这件事情 他的思想有错误 他会言语表达的 他也会在行为上有错 因此 有一句话说 言为 心声 言语就是你 心里所想的 声音 从言语来表达出来 所以 圣经说 一个人如果在 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那就说 他的思想意念 从里面发出来的 就是完全的 怎么样呢 能够达到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 要掌握着 主教我们得胜的秘诀 所以我们提到的 这个十个方面 就是促进我们 今天所提出来的 这些美德的基础 我们能够这样做 我们就不会有过失 我每天 我们仰望着 每天 我们就想着 标杆之跑 办了许多 不该记住的事 都把它忘掉了 你还能够说什么错话呢 是不是 你有全副的军装 让你有完备的品德 有完备的真理 所以呢 我们只有在真理上 把圣经上的话 牢牢的记住 我们就能够 没有过失 也就是说 让我们思想意念 成为圣洁 成为完全 我们在言语上 就没有过失 这一点呢 也是很好地来 省察自己的 你想一想 我今天一天过了 我有哪些 不该说的话 说了 这就是省察自己 那就说 我的思想当中 还有一些 不健全的地方 知道 你省察的时候 我这一天 没有说错一句话 我也没有撒谎 我在言语上 没有过失 你感谢主 这就是你呀 品德的完全 来反映在 你的言语上面 真言里面呢 关于我们的说话 有许多许多 都是提到 这个言语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儿 就不多去讲了 第九 不嫉妒 不排斥 真言十四章 第三十节 真言十四章 真言十四章 第三十节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 是古中的朽难 这个话 这个话 所说的真是智慧 因为嫉妒的话 就是古中的朽难 那就完了 一个人古中一朽难 就完了 这个人肯定就活不了了 这个构头是造靴的地方 你构头一朽难的话 那个靴也就不会有了 我们红血球是一百二十天 就要换心的 你到了一百二十天 他就要心里来供应的 你构头就朽难了 你还有什么血液供给你呢 所以嫉妒啊 所带来的 撒旦魔鬼 一个人如果是在教会当中 他工作当中 带有嫉妒的心了 那 他肯定 是在教会当中一个祸害 他自己也不会长进 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的 我们为上的工作 这种心态 一定要完全把它出去 一点也不能有 教会当中 一公如果有十个 二十个三十个 施工族 有几个人在一起 我们都应该 看到别人的长处 我们上面讲了柔和前辈 看到别人长处 别人好了 我们应该高兴 别人越好 我们越高兴 几度的人怎么样 别人越好 他就越难过 这就是相反的 今天我们要求主给我们 见到别人长处 见到别人的优点 别人的好处 我们就感谢赞美 从心灵要喜乐 教会当中 一些青年人 他们在教会当中 能够有一点口才 同时训练得很好 长进得很快 我们就应该 让他们担任 教会当中一定的工作 我们还在北京这里 都很好 是吧 有很多青年人都在 学习 在各个聚会上讲道 我们在上海也是 现在很多聚会 都是青年人在讲 我们应该看到 有青年人起来 越多越好 我们是非常的欢喜快乐 所以我再一天也在想 我说爸爸的青年人起来 把上海很多的工作 可以交给他 现在木道班呢 有青年人在讲 但是我还担任一些 还有些地方呢 他们就是叫我一个人讲 就不换人 他就是你讲 不能换人 那么我在这时候也很难 是吧 我在曹河静讲了两年了 每次就是我 很远的去 他们不换人 我说你换一换 不要换人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还应该培养人 培养人能够 在他们看来很好 现在换一个人讲讲 但听得也很好 这个也是在我感到 是不足的地方 当然我也愿意呢 的确是希望 有更多的青年人起来的 所以现在呢 青年工作 我一直是负责青年工作的 但现在呢 青年工作是我 渐渐的呢 就让青年人来代替 我是在旁边 给他指导一下 一般我们在教会 青年聚会是在星期五的晚上 星期对星期五的晚上 是四个人一组 他们共同商量 如何把这青年聚会 把它办好 分四个组 一个组 担负一次青年聚会 在青年聚会上 的确很好 现在以后啊 大家可以给你记忆点 这个磁带 我们青年聚会都有录音磁带的 青年人做主持人 非常的用心的 他主持的每一句话 他都考虑好 都写下来 而且非常的敬念 没有废话的 他开始讲什么 介绍下面一个讲员 他是短讲或者唱诗 如何上面可以联系起来 有的做得很好 很好 他们都是经过很周密的去思考 用什么经文章节 用什么话 可以把这个聚会呢 能够做得很活 一个月呢 开一次会 我参加 对于他们所定下来的 这个月 所要讲的内容 看呢 是不是合适 提些意见 以后呢 他们就自己去组织 而且他们呢 对青年工作很重视 每一周都要开会的 星期五 聚到会以后 安息日中午 他们用半个小时 一定在一起 要谈一谈 昨天晚上青年聚会 有什么缺点 哪些地方不够 怎么改正 然后呢 就是未来的青年聚会 应该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 每一个星期 基本上不会漏掉的 一般呢 里面的内容 一个人 讲着一刻钟 二十分钟 换一个节目 一个多小时 有三四个青年人 来发挥 学习 有些人就进步得很快 从木道班 从不信 信了 信了以后 在教会做了一工 而且讲得很好 很用心的 有一定的主题 我们在前几个月 就讲到婚姻的问题 这次讲的也是不错 青年人自己来考虑 用这个角度 来把婚姻的问题 能够怎么样是个美满的婚姻 符合上帝的心意 大家都能够有个幸福的家庭 里面有见证 还有实力 还有故事 还有理论 配合起来 大概讲了有五六次吧 关于婚姻的问题 也谈到很多 关于生活上面实际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呢 教会当中 中秋年都起来 担任教会的工作 我们年长的在旁边指导他们 使得教会呢 都能够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 青年人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关心他 但是真的要关心 要注意发展的去向 因为青年人在一起考虑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考虑的呢 就是会只想到一个方面去 因此我们教会里面的有经验的 我们的牧师长老呢 就应该注意 这次聚会 你看了以后 这个趋向和发展 或者定的这个题目 都要注意到 都要走偏了 那么在上海 有那么几次 我感受到 应该给他纠正一下 不然的时候就要偏 我们呢 只做一个 好像是那个船呢 掌舵的一个方向 不要搞错了 让青年人自己去做 我们也听说有些地方 因为有青年人起来呢 结果教会里面 某一些人就挤得他 甚至呢 就给他很多的困难 不用他等等 这样的时候 的确是上帝所给喜悦的 我们应该教会当中看到 有更多的为主工作的 有口才 有能力 有圣灵的充满 有感化力的 这样的青年人起来 为主工作 我们绝不应该 有任何的几度和排斥的心 这是撒旦的一种精神 有一点几度 你就应该想到 这是魔鬼在心里的 魔鬼在心里还得了 我们应该把他去除出去 现在我们在上海的事工组 基本上是没有几度和排斥的 在我的观察当中是没有的 这个思想呢 要自己去制服他 如果什么时候 感到自己心里 有这么一点苗头 在上帝面前 你要尽时祷告 尽时祷告 一定让他不能够抬头 不能有一点这种思想 教会才能够兴旺 有了这个 就是有自我 几度和排斥 就是自我的心膨胀 没有自我 他不会几度 也不会排斥的 下面第十 不独断独行 真言十六章 十八章第一节 真言十八章第一节 我们读一下 与众寡合的 独自寻求心愿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与众寡合的 就是 不愿意和大家 合群的 与众寡合 独自寻求喜愿 并恼恨一切 真智慧 就是 他就看到 只有我好 别人都不好 所以呢 别人的长处 是真智慧 他就恼恨他 这是要不得的 教会当中要切记 独断独行 我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别人不同意 我也不管 这就是 这个精神 仍然是魔鬼的精神 撒旦就是这样 虽然你觉得 哎呀 这工作 很需要啊 很好 但是别人不同意 世公族里面 只有你一个人同意 不能做 我们说世公族 都是上帝所喜悦的 除非 我们说世公族里面 不是同心合意的 这个是有的 有一些是明显的 他是与世公族 啊 昌反调的 但是由于过去历史 造成了 现在有法 把它去掉 有这个情况的 这个就比较难处理 但是呢 你要 求主给你智慧和方法 如何去改变 这个局面 我们在上海呢 在过去 有五个牧师 是吧 这五个牧师呢 我昨天讲了 有四个已经提示了 现在还有郑慧是一个 已经八十多岁 在过去啊 有一个牧师 可以说我们知道 明显的 他是与我们 不是一致的 因为他曾经在 过去呢 就是说 在文卓那个时候 以后啊 开堂了以后 他在旌旗的教会当中 去担任牧师 以后呢 又到我们这里来 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是不合适的 你既是安心人会的牧师 为什么 去到星期日教会去呢 以后又回来呢 而且他来了以后呢 明显的有很多事情呢 他就是啊 写着小条子的 这样的一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 避着他 很多事情 后来我们就改变了 不避着他 因为什么 工作呢 一定要公开 以士工族所谈论的问题 哪样是 好像是隐瞒着干的呢 教会工作都是公开的 既然公开的话 那我们就 以后就转变 跟他商量 让他在 结果呢 取得好的效果 他慢慢呢 也就转变过来了 他真的 把他的心呢 愿意和士工族在一起 这是我举这个例子啊 教会当中呢 会有一些和我们不一致的 我在今天 昨天我也讲到 那个神学毕业的 像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能给他享和的 而且 不能够让他上士工族 我们现在 在上海就遇到这问题 马上回去 还要来谈呢 还要谈这个神学生 有关方面 就是 让他要到士工族 我们士工族已经 大家决定了 不管怎么样 不能进士工族 我们要为此 我们一定要 打握住这个关 为什么呢 我们要给他提出理由来 教会 是 我们灵性的建造 作为牧人 作为牧师 是建造灵性的 一个人再有才华 他口才才好 不能他在其他的方面 多么好 他灵性没有 他不能够进士工族 他也不能讲道 即使 你就封他是牧师 也不能让他讲道 因为这个 是在我们 我们士工族来掌握的 当然他会讲了 你们这么大的权 我们别的 我们没有权 因为他 适合不适合讲道 我们是有权的 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 在信仰上 信仰不坚固的人来讲道 或者是信仰错误的来讲道 因为这是 关乎一个人灵性的问题 那你说他 各方面都很好 他很有口才 他很有办事的能力 难道一个共产党员 能够来讲道吗 他很有能感 肯定你们觉得也不合适 因此像这么一个青年人 他不适合于讲道 我们是也依靠主 准备在这些信仰上面 我们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 无论如何 士工族把住 不能进来 那就 很多问题都好解决 一进到士工族以后 我们就很难处理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 也是求主来帮助了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也很难 我已经昨天前年提过了 还有五分钟 是吧 最后三分钟改变了 没有让他上去 这都是上帝的能力 来帮助着我们 我们在教会当中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不应该独断独行 因为教会里面 特别是我们 具有负有责任的人 负有责任的人 有的时候容易呢 自己想的就做 因为我是组长 是吧 我想到了 当你们同意不同意 我就做了 各位 我们千万不能这样 一是组长 一是在教会负责的 你又要谦卑 应该尊重别人的意见 十个人 我是组长 尊重着九个人的意见 九个人都不同意 但我不做 如果一大半人同意 那我们可以做 如果都不同意的话 我们不要做 这样的时候就使得 我们能够合一为一的 同心合一的为主工作 否则的时候呢 就会呢 这个形势一多 常发生的话 就会使我们制工组的人员呢 渐渐的就会 都能够合一 这样不合一是魔鬼最喜欢的 你不合一他就很高兴 他知道我们工作一定要失败 我们越合一 魔鬼越仇恨 因此他要千万百计 要破坏 让我们不合一 我们一定要对面他 大家要同心合一的 如同一个人一样 为主的工作 商量问题 讨论工作 工作的开展 都是同心合一的去做 那么魔鬼是无法来 破坏我们的 这几点呢 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前面有保罗 他的十个得胜的秘诀 我们这几点呢 都和前面有秘诀的关系 我们前面十个秘诀掌握住 这个我们应该有的资格 是不难做到的 所以我就不去细讲 一方面时间的关系呢 大家呢 就回去 多多地去思考 而且呢 希望我们在工作当中 能够注意这些